好想不打拳都能講話 但是我會做一件事情對各位有好處 就是今天在這邊待了一天 看到這些年輕後輩 真是冰冰淆淆的臉巴起拳 跟四十年前的我一樣 我有個感想 越好的選 越心理注意越容易受傷 這個不是什麼羞恥的事 老虎五隻高爾夫球第一把他開刀 王建民大聯盟前兩年多風光受傷 所以呢本人在二十年前 這個低心下氣的學中意 今年四月出版了一本書叫《商日論》 一千八百年以前伊正仲敬 出版一本書叫《商韓論》 我等了十年 我不敢出 但是大家都不出 那我是好處的 出了以後我就等著被罵 但是拋磚一語 我連磚都不能拋嗎 我都拋個磚了 那個今天一來跟他們 有很多小朋友 你是會胎病嗎 哇就拉腿給我看 我一看 就你的病 跟他有英文一樣 買我的書 第幾頁翻譯一看 最後一頁有我的E-mail 我的書沒有寫份量 什麼都可以丟出去呢 當然不能嘛 你買了書 寫意沒有給我 我把神證告訴你 我這本書 有很多特點 其中還有一個篇章 那個標題是 功夫高手所注重的部位 你買了書就可以看 定價又買賣500 因為真的沒有人要買 為什麼 我的文筆 沒有徐濟老師好 怎麼寫 就是不流暢 但是裡面很多秘方 很多藥絕對門 都有好處 我今天 店家好才買 我今天不敢打的原因是 我的老師 蘇伊章在這裡 他40年行交往 我都不忘了 為了賣書 找一下 然後再給我 張老師也是 名產大臣叫手 訂書花了20萬 好歹賺你 那就得到 高手 我是 啊 男bres 喝 走 pero 可是 小麦粉 感谢观看